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孙少奇 现在我们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健康饮食了 好多美食我们都开始尝试着自己来做 这样吃的更放心 而且价格又便宜 最近有粉丝小伙伴 艾特少奇想让少奇测评一款全自动面条机 做的很轻松就能做出来面条 不知道是真是假 答应你 机器主体还是很沉的 一个凉杯 面粉杯 这么多模具 我去 有龙须面 细圆面 粗圆面 四方面 饺子皮 窄面 中宽面 特宽面 空心面 牛 操作步骤这边写的还蛮简单的 倒入面粉 盖好盖子 按开关 选择功能 然后加水 一杯面 可以放60毫升水 如果做鸡蛋面的话 要70毫升水 加鸡蛋 弄成混合液 一个人的量 好的 做法我们大概了解了 我们清洗一下机器 然后做两种面 一种红色的火龙果面 一种普通的面 看看自己做的面 香不香 好的 我们先按照步骤 做一份白面条 一杯面粉 然后盖上盖子 开机 选择一杯面粉 开始搅拌了 一杯面粉 对应60毫升水 面条出来了 神奇 就这么简单 我弄的是方形的面 它把这个面 换到这个洞里面 往上换 换到洞里面 然后从这边就挤出来了 好了 它就完全自动出面了 好 结束 还是很给力的 面都在这边 一整条都没有断 原来做面条是这么简单 一杯面 一杯水 再做一份红色的火龙果面 面都做好了 非常简单 没想到我这个不会做菜的人 竟然做出了面条 我们各煮一下 尝尝哪个面更好吃 好香啊 我用了一些方便面的材料 真的跟外面买的一模一样 它这个味道完全就是泡面的味道 但是这个面 要比泡面的面要筋道的多 尝一下火龙果面 火龙果面的主机调也是方便面的味道 因为方便面的材料特别浓 在它的面中间微微夹带着一点甜甜的味道 很淡很淡 不仔细品尝的话 完全品尝不出来 这两个面放到一起吃的话 味道不分重薄 也不会因为掺杂了火龙果 有特别浓的火龙果的味道 很微弱很微弱 完全都被方便面的材料味盖下去了 但是这个面真的很筋道 吃着很有嚼劲 Q弹到底是孙大厨做的 好的粉丝小伙伴 让测评的全自动面条鸡 我测评了一下 用的还是真的不错 面条做的也非常简单和好吃 你有没有见过这种面条鸡呢 如果见过的评论一 没见过的评论二 顺便把上期的视频点个赞 我们评论区见 拜拜